RP С ВС solo 哈喽!大家晚安 謝謝小晚上的金色應付 哈喽愛我晚安 kiwi晚安 太空晚安 睿 vertex晚安 憨憨晚安 哈囉 Kiwi 晚安 大家情人節快樂 晚安 哈囉 哪裡跌倒 哪裡躺好 哈囉 豆可笑傲的浪漫玫瑰 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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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的主題曲 咪咪咪咪咪 咪咪咪Sexy咪 Sexy咪欸 性感的我 謝謝太空的香檳 情人節快樂 謝謝亞歐莫莉的浪漫玫瑰 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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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 欸其實這首歌唱的是 這首歌其實是英文歌是不是 我一直覺得很像日文或韓文 是英文結果聽那麼多次 我還是只會咪咪咪咪咪咪 一直以為其他是聽不懂的語言 謝謝黃阿的帶你去流浪 大家情人節快樂 哈囉蘿莉郎晚安 威如晚安 今天是情人節 我特地穿了新衣服 是不是很有約會的感覺 好我自己覺得 謝謝PLUS帶你去流浪 大家情人節快樂 謝謝聖的 其實這套衣服原本買 是想說握手會要穿的 就是昨天跟前天的握手會要穿的 結果因為疫情延期了 所以我就想說 今天情人節就穿這個新衣服 我很難得買這樣子的套裝 我很難得買這種套裝欸 哈囉應成晚安 大家情人節快樂 謝謝洛克的專情告白 謝謝黃阿的愛的包包 包包 謝謝蘿莉郎的夢翰煙火 情人節快樂大家 這是一整套的 對啊 看不出來嗎 看不出來嗎 這是套裝 我很少會買這樣 因為 套裝對我來說 就是 就是 我就只有這一種搭配而已 所以我不是很喜歡買套裝 因為就是 穿過一次大家就會對這套很有印象 然後他也很難再去做其他的搭配 但是如果是買 就是不是一套的單品的話 你就可以自己就是 比如說這個上衣配什麼褲子 或配什麼裙子 就會有不一樣的感覺 所以我其實就是覺得套裝通常都比較貴 然後又 變化性比較少 所以我其實不太愛買套裝 那就想說 握手會就是 也幫自己找一個藉口買個新衣服嘛 而且我那時候看到這套的時候 我那時候在找握手會的衣服 那時候就隨便在找東西 然後就剛好看到這一套 我就覺得 欸 這是 很可愛耶 我覺得蠻可愛的 但是因為我不太會買套裝 所以我就 先問了一下奶奶說 就隨便 我就超隨便的問他說 欸 你覺得這套怎麼樣 然後就 奶奶通常 我問他什麼 他都會打槍我 我 先問了一下奶奶說 這不是說什麼 有時候他會覺得我的眼光很怪 有時候我問他之後他就覺得 這還好吧 這很醜耶 真的很幼稚耶 真的 這是去年流星的款耶 反正我每次問他 他就是各種打槍 然後我就 好 我就滅火了 就是 欸對奶奶是我的消防員耶 奶奶是我的消防員 他就幫我滅火 每次心動想要買東西的時候 他就幫我滅火 然後我就好 我就聽他的 但是很難得我問他這一套的時候 他居然說 欸我覺得這套很適合你耶 然後那時候我聽到 難得我問奶奶奶奶奶看一眼 就說很適合我 那我就肯定得買了 青蛙裝 等一下青蛙裝 喔青蛙裝 我跟你們講 為什麼會買青蛙裝 那是因為 那是因為那時候 無聊看D卡的時候 就有一個人 他就說 他就發文問說 我今天要去 第一次要去夜店 穿這樣子 覺得OK嗎 然後 然後那個 他穿的就是青蛙裝 然後沒有看到他的臉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 怎麼講就是 我不知道發這篇文的意思 就是想要 讓大家笑吧 我不知道耶 但是我看到之後 我整個就是 我整個被燒到了 我覺得 哇 這個青蛙也太可愛了吧 我重點我根本不care 他到底有沒有去夜店 我不care 但我就覺得 這青蛙真的太可愛了吧 我必須買 我必須買 超適合我 而且我下雨天的時候 我就穿著那個青蛙裝 然後再穿著我的透明小雨鞋 我走在路上 我簡直就是一隻青蛙 我就不怕下雨了 跟你們說 其實我不喜歡下雨天 可是 只要穿著 就是很可愛的 就是 雨衣或者是青蛙裝之類 就可愛的 然後再穿著我的雨鞋 我就覺得下雨天好像也沒那麼著 還有透明的閃 而且跟你們說 敢穿青蛙裝出門的 還真沒幾個好不好 所以那個 我不知道 其實那個青蛙裝很常見耶 其實 我買的時候都看到 已經買了幾千件了 所以 其實路上也是有好幾千隻青蛙的 只是 你們有沒有看到而已 我不會覺得很多人在看我嘛 我不知道啊 因為我每次把那個 拉鍊拉起來的時候 然後我都看不到 別人看我的表情是什麼 所以我今天 對 大家還沒有看我們 陽光劇場的幕後花秀的話 可以去看 今天就是 官方youtube有上了 然後我 對我就是看了那個官方的影片之後 我才發現 因為我拉起來的時候 我是完全看不到外面的世界 然後我看了影片才發現 原來我拉起來的時候 旁邊的人都是像七七的那個表情一樣 這樣子看我 我今天看影片我才知道 所以我就是 還 就是為此我特地剪了一個小小的片段 就是 以此為戒 拉起來這樣看的道路嗎 當然是看不到啊 當然是看不到啊 而且我跟你們講 我之前也 應該說我不會再 我通常就是出去玩的時候 如果開心我就會 就會變青蛙 如果你很開心 你就變青蛙 呱呱 如果你很開心 你就變青蛙 呱呱 你 我們一起唱歌 我們一起跳舞 我們一起 過情人間 呱呱 這首歌原本是怎麼唱來的 不記得 不記得 反正就是這樣子 就是我很開心的時候 我就會變青蛙 就是 平常出門的時候 我不會特別戴那個青蛙的帽子 其實它不戴起來就是一件很普通的綠色帽梯 但是只有帶我很開心的時候 我才會 就是帶他 就是開心的時候 真的 謝謝土師姐掌聲鼓勵 好謝謝小管 麵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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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的香檳 欸怎麼已經level 5了 哇 謝謝 哇又變level 6了 親安節快樂 謝謝 就是開心的時候 想要當一隻快樂的青蛙 然後通常我戴起來的時候 旁邊的友人們就會慫恿我說 欸你把這個拉鍵拉起來看看 我想看你拉起來的樣子 然後就呃 可是我拉起來會看不到路欸 這時候朋友們就會非常給力的說 沒事我們當你的眼睛 你就放心的拉上去吧 然後我就 我就拉上去這樣子 對 所以這時候 大家就知道要唱什麼歌了吧 你是我的眼 帶我領略實際的變幻 好對反正就是 這時候朋友叫我拉上 叫我拉的那個人 你就當我的 就是要當我的倒盲犬 對你就會變成狗狗 你想要我變青蛙 你要先變狗狗 反正你就是要幫我倒嘛 然後其實 我記得有一次 有一次 就是跟成員一起去 就是成品 我們要去買東西吃 然後大家就知道成品通常就是那種 就是很高貴的地方 然後旁邊也有一些精品白貨什麼什麼的 然後 喔可是因為那天就是下雨天 所以就是毛毛雨 所以我沒有撐傘 我來的時候就是 就是戴著那個青蛙帽 對 然後 然後 我記得那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柏林他就說 他就說 他說你幹嘛 就是我進去之後我就把青蛙帽拿下來 他說你幹嘛拿下來 他說你就帶著啊很可愛 我就說 可是這裡是百貨公司耶 我在百貨公司裡面出現一隻青蛙 這能看嗎 這 就是我覺得很羞恥啊 就是你們知道我這個人還是 就是傻歸傻 我還是有一點 恥力 羞恥心我還是有的 所以我就是 拿下來 可是柏林就慫恿我戴上去 並且要求我把 拉鍊拉起來 應該說他有要求我把拉鍊拉起來了嗎 沒有 他就說你幹嘛 你幹嘛進來啊 你幹嘛進來要把你的帽子脫掉 你有偶包嗎 然後我說 我以為可是 可是這裡是百貨公司啊 然後後來他說 可是你把拉鍊拉起來你又看不到 然後我就突然 我就覺得我突破盲點了 就是呢 我就是羞恥心完全是我自己 就是心理作用過不去 對啊 所以這叫什麼 就是眼不見為鏡啊 就是 好 雖然這好像是不是有點駝鳥型態 反正對我後來就發現 你不用覺得穿青蛙裝在路上很丟臉 因為你把他拉起來的時候 沒有人看到裡面是誰 就是 你不知道別人的看你 然後別人也看不到裡面的你長怎樣 所以根本就不需要覺得羞恥 你就是 理直氣壯的就是 當一隻驕傲的青蛙 大家都看你 就是一隻青蛙 中了陷阱 我中陷阱 我中陷阱了嗎 這是駝鳥 不是駝鳥 我是青蛙 滑身 你們突破盲點了 好 但我不知道 反正我那時候就突然覺得 其實好像也不會很羞恥 因為反正別人也看不到我的臉 我也看不到他們 所以 就還好欸 當然是青蛙裝真的很可愛啦 謝謝黃拉的夢翰煙火 這隻青蛙很大隻 我還好吧 我已經算小隻的了 那個青蛙裝有分size 他不是free size 我買的是 我買的是S號 他好像也有出到XL 所以其實 有比我大隻的青蛙 好 哈囉 休澤晚安 情人節快樂 反正尷尬都是別人 等一下你們看到 在路上看到一隻青蛙 你們會覺得很尷尬嗎 應該不會吧 應該不會吧 謝謝CKU的喊你一起 想要買青蛙裝 那青蛙裝都兩年有了喔 好像有買兩年了是不是 青蛙裝我怕你現在買都會留情了 雖然我還是會繼續穿啊 因為我 我 對我是一個沒有很care流行的人 我沒有很care流行 好像是耶 我就是穿自己喜歡穿的東西 我自己穿開心就好 沒有很在意別人怎麼看 對 超羞恥的 沒有不羞恥 拉鍊拉起來就不羞恥了 我穿上去就是流行 應該會說話 可是 我現在的影響力還沒有這麼大 就是 我的目標是要把所有的藍星人 都變成青蛙 你們這些遺傳的人類 嘿嘿嘿 我小心把我的技能說出來了 現在大家都聽到了 很正面思考 我一直都是一個很 樂觀的人啊 欸你們有覺得 就是 就是 那個直播的 就是 燈 就是 喬成正的 之後有比較好看嗎 我上次第一次看的時候 自己就是驚為天人覺得 哇 也太好看了吧 就今天看的時候就覺得好像 就還好 還是我已經 已經習慣這個光線了 然後跟Mina共鳴 Mina M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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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就已經是這樣子啦 上次就已經是這樣子啦 我跟毛毛耳環 很搭 三年來第一次 喔對 然後我剛剛直播有晚開 是因為 因為我 就是直播我不是都要 就是一邊要 欸這什麼什麼什麼 謝謝 Aquila的熊抱 熊抱 叔叔 哇 解鎖新的臉部特效了 我要來用 等一下喔 謝謝你們的小雞蹦蹦 就是 因為我直播不是都要 就是 會比較耗電 所以我都要充電 然後加接直播的燈嘛 然後可是因為我們那個延長線就是 就是兩個壞掉了 只剩下一個孔有作用 可是因為我手機真的沒有電了 然後我就 直播前我就不得不 重 但是他真的就是怎麼樣都弄不好 然後我只好重 就是重贏 這個是新的 新的延長線 之前總共只有三個頭 然後就換了一個 這是 等一下就關掉了 3 4 5 6欸 我之前很不想換 因為我覺得就是 就是有種 大財小用 我直播我只需要接兩個 最多三個吧 我覺得 六個真的是 不需要那麼多欸 可是我 因為就那個延長線 我覺得他真的是不行了 我就剛剛就把他 換掉了 然後因為那個 插頭就是在後面 我要把沙發跟書桌搬開 所以就 就是花了一些時間 對 跨國知名品牌延長線 蛤 喔 真的欸 我沒注意到欸 我沒注意到欸 我想說 我剛才想說 蛤 我們家會用知名品牌的延長線 我還不知道延長線有分牌子 很愛用白色系 沒有就是我剛才 看到旁邊有個延長線 我就拿來接 舊的好像真的差不多了 延長線 延長線 舊了 但延長線好像蠻貴 而且我記得延長線 越多孔的越貴欸 我之前有想要買 六個孔的我不知道要多少錢欸 反正就是在我們家發現了 湯圓 蛤 哪裡有湯圓 今天感覺燈比較高 欸 看得到嗎 燈比較高 我也不知道欸 這角度我也不知道是怎麼樣 怎麼樣 我現在做的也是瑞典知名品牌的沙發 對大家家裡 大家每個人家裡應該都會有一個 就是這個牌子 這個瑞典知名牌子的家具吧 我想 今天可以看到錘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今天直播的時候我發現 好像是因為我直播的這個 這個調的比較 角度跟之前不一樣 難怪我想說怎麼怪怪的 怎麼調啊 這樣這樣這樣 這樣就高一點了對不對 欸 又掉下去 這樣呢 這樣呢 有比較好呢 就電 延長也容易電線走火 沒事我們現在已經壞心了 算了 花了一點時間 再高一點就可以看到腳趾了 最好也是啦 而且我今天穿毛毛拖鞋 你們看不到我的腳趾了 哈囉 夜蘭晚安 有馬鈴薯你 有馬鈴薯你 我不是馬鈴薯你 奶奶是 對我要來試一下剛剛新的特效是什麼 是因為情人節所以才有 剛剛的特效是什麼 謝謝你的愛 我看看 你看 欸這個直接有腮紅了耶 你看 對耶這個就有腮紅 我以後直播 用這個我就不用畫腮紅了 可是這跟之前的那個 這個Let's go pink的很像耶 謝謝翔耶的金曲票票 你們看之前的那個 Let's go pink的是這樣 超像的 根本 有87%像吧 你們看這兩個有什麼差別 超像耶 根本差不多啊 只是鼻子有沒有那個東西 其實基本上是同一個概念 其實會不會Long Live的特效都一樣 還有一個什麼幸福時光 欸這個好像也蠻適合今天耶 我覺得今天用這個好了 怎麼樣 欸但這個字是寫什麼來的 幸福的時光 感覺今天也可以用 但是我新的特效 是不是應該要多用它一下 以後再用 以後再用 我覺得今天好像 下次沒有畫腮紅的時候再用 因為我今天有畫腮紅 帽子好看 謝謝奶奶幫幫大家 謝謝 我帶奶奶說謝謝 因為這個帽子是奶奶的 結果我比他還要常戴 謝謝熊熊的粉紅泡泡 好多好多熊熊 今天走害羞路線 有嗎 這個眼睛有特效 對啊感覺 有沒有 放電的感覺 哈囉 烏魚丸 又拿奶奶的 欸我今天只有帽子是她的好不好 衣服可是我自己的 而且這個風格 奶奶絕對不會想要借來穿的 嗯 突如其來的wink 因為這個眼睛看起來亮亮的很好看 你 Mina真的是逆鈴生長 喔對 對 因為最近不是 IG上大家都在 PO那個 五年前的照片嗎 然後 就大概 有被燒了一個禮拜 一直看別人在PO五年前的照片 然後 然後我就最近閒來沒說 我就想說 好啦我也來找一下我五年前是什麼樣子 其實我想五年前跟現在根本差不多 我真的沒什麼變啊 謝謝潤榮的Kiss Juju 今天不是青蛙裝 我本來有想說 今天要不要穿青蛙裝 可是想說 今天請人節穿青蛙裝 感覺就是 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約會的感覺 哈囉木亭晚安 鐘喵晚安 哈囉 哈囉 吉米洲千恩節快樂 五年前我還不太會化妝 當然啊 大家的化妝技術都是 就是 因為長化就會進步嘛 就是跳舞也是啊 多練習就會進步 謝謝忠銘的啾啾娘 謝謝吉米洲的帶你去流浪 我覺得我今天的流海好不習慣 比較厚 謝謝阿成的極速浪漫旅 情恩節快樂 帶我去兜風 從國小到現在沒什麼變化 有些人真的是這樣子耶 一種是叫做 一種是叫做 人家說叫做老在等嘛 就是小時候就長的就是 比較老 可是 可是過了十年二十年 大家還是覺得 其實你都沒有變耶 反正就是 就是你以前小時候可能會被人家說 長得很臭老什麼的 然後到長大中 人家就發現 沒有其實就是這樣蠻好的 都沒有變 但有些人可能就是一直都是 就是 就是 娃娃臉的也有 我覺得娃娃臉是最好的 謝謝蘿莉亞跟蕉鼻套包包 包包 因為像我同學的媽媽就是 她18歲 因為我過年的時候不是住我同學家嗎 然後他們就在懷舊翻相簿 然後就看到他媽媽 就他一直跟我說他媽18歲的時候就長跟現在一樣 然後我就想說太扯了吧 女兒都二十幾歲跟我同年都25歲 然後他媽媽18歲長跟現在一樣 我一直不是很相信 然後結果直到我看照片的時候 就是真的是一模一樣耶 就是完全一模一樣耶 超恐怖的 就是像我都不敢說我媽他長的跟他18歲的時候一樣 因為就是不一樣 就是他臉上有衰老的痕跡 因為我媽不會保養 就是就是看得出來有衰老的痕跡 可是我同時他媽媽真的 就算他比較 他算是比較早生我同學的 就是比較早結婚的 也比較年輕一點 可是還是很厲害耶 就是 基本上這過了十幾年沒有變耶 就是18歲的時候就長那樣子 很厲害耶 我希望我也可以這樣 沒有他媽媽沒有化妝 他媽媽沒有化妝 媽媽都不太愛化妝啊 但媽媽比較注重保養吧 化妝的話就是 就是我們年輕妹妹愛漂亮在化妝 這是好還是壞 但他媽媽長的也不是 也不是那種老臉耶 就是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耶 應該說以18歲來說算是成熟的臉 但是以 30 3040歲來說就是 看起來 比實際年齡小 就是大概是他18歲的時候大概長的是 25歲的樣子 就是一個中間職 我覺得其實這樣蠻好的 就是 但也很可怕耶 這真的有人 就是 就是可以過十幾年 就是同一張臉沒有變耶 唯一改變的就是一些 就是 就是比如說穿衣服的流行啊 十幾年前流行的東西 跟現在就是肯定是不一樣的啊 可是臉真的是一樣 他媽媽真的就是像2030歲 然後 心智也是啊 就是 就是我就有同學家玩 玩遊戲桌遊那些 然後他媽媽就是永遠是最嗨的那個 就是我們十點已經覺得就是 他媽媽還是每天就是五六點起床 然後到晚上十點 還我們再來玩一局 然後想說 好累喔 想要卸妝 想要睡覺了 怎麼可以這麼有活力啊 喔對 幫他媽媽傳授一下他那個 動靈 對 真的是動靈 他動靈的秘訣 他說就是 多跟年輕人相處 因為他就很喜歡叫我同學就是帶朋友 他朋友來家裡玩 因為像過年 我那時候跟我媽說 欸我要去住我同學家 然後我媽就說 蛤 可是你 大過年了去人家家會不會不好意思 怎麼的 然後 可是我同學就說沒有 他媽媽超 就是超開心有人要去他們家的 就是他 他很喜歡跟 就是年輕人玩在一起 只是他說保持年輕的秘訣就是 吸年輕人身上的精氣 好沒有啦 他沒有那樣講 怎麼奶奶在吼什麼 反正就是 奶奶在炫耀 就是 因為他跟爺爺是姐弟戀 爺爺跟我是同年的嘛 然後每次他們出去的時候 大家都會以為奶奶的年紀是比 爺爺小 反正也以為我實在是美女 對以為他是大學生這樣子 但其實他就是比爺老超多好嗎 快30歲了 但是他只是因為就是 個頭比較嬌小 因為奶奶比我還要小隻 我說身高的部分 體重沒有 體重我們就是 就是差不多 好 反正就是他比較小一隻就對了 然後 因為我們家的臉 其實我媽媽 也算是娃娃臉吧 我們家的人其實都 就是有點娃娃臉 但我是比較膨的那一個 反正我們家就是 有 就是那個基因吧 就是看起來會覺得 年紀比較小一點 對反正 奶奶意思就是說 對 就是多跟 因為像他跟爺爺就是 爺爺是年紀比較小的 他每天都跟他們 然後爺爺的朋友們 也都是就是他那個年紀 所以他就是跟那些 那些大學剛出 社會的 社會新鮮人混在一起 就是他的朋友圈也都是那些 所以他就是 就是心也會自然變年輕 對 就跟 就是一樣的概念 我覺得可能真的是 還是我其實也是這樣子 就是我照理來說 25歲的人 我不應該是這個樣子 可是因為我在 就是我是做偶像 然後因為團圓裡面 就是有很多年紀小的美眉們 就是 而且 就是年紀最小的有差到10歲 我覺得這好恐怖哦 所以我有可能也吸了他們的精力 好沒有啦 就是跟年輕的美眉相處 可能就是心也會變年輕吧 可是臉的部分就是跟著5歪 我的臉就是 就是膠原蛋白比較多 快去找成成玩 但是我們團圓也很奇怪 就是 年紀越小的成員反而相對成熟 年紀越大的有越幼稚嗎 好像只有我 謝謝博神帶你去瀏覽 天安節快樂 Mina才5歲的關係 哦對啊 所以 不是 我怎麼說對呀 我不是5歲啦 我在講什麼 我是 我剛剛是怎樣 然後我要解釋 我剛剛說對呀的原因 是因為我剛剛 腦海裡面在想 就是 就是我 我前幾天在翻那個 FB的照片 就是我5年前照片的時候 然後我自己就是 就是有嚇到就是 就是 我以前比較成熟的這件事情 我是有認真嚇到 不是 我不是5歲 所以我剛剛只是突然想到 哦 我之前翻那個5年前照片 對啊 我是在回應就是 我翻照片這件事 我不是說5歲的事情 對 不是 不是 我不是5歲 不是 哈哈哈哈 哈囉 Sunny 情人節快樂 大家情人節快樂 年紀小的 反而因為前輩被迫成熟 我覺得好像是耶 謝謝熊熊的一封信 因為 我覺得演藝圈也算是 也算是職場的一部分吧 就是社會 變成社會化的一部分 謝謝 謝謝 不想上班的熊抱 就是雖然跟一般的職場不太一樣 但是還是 就是等於年紀小的妹妹有點被迫的 就是 提早進入職場 這樣子 但有沒有變社會化的話 我覺得還是要看人 因為我覺得像我就是 沒有很被社會化的人 我沒有很想變5歲 你們不要亂說 琪琪不幼稚啊 琪琪很成熟 所以我覺得好像是我的問題 謝謝巴巴的愛的公事 謝謝小碗熊的 金湯圓 2012年 提早體驗工作的感覺 真的 而且因為 我們是一個團體嘛 所以出去的時候都會被教 就是 要有禮貌 然後要 就是怎麼樣應對啊 就是因為是一個團體嘛 就是一個人都會影響到整個團體 所以可能年紀小的妹妹也就是要學著 就是提早社會化的那種感覺吧 因為就像很多演藝圈的父母都會 如果問說你會不會希望自己的兒子女兒 就是將來進入演藝圈或是怎麼樣 然後通常大部分人的回答都是不要 不想要 演藝圈真的太複雜了什麼什麼的 然後小時候看到就會覺得演藝圈真的那麼可怕嗎 謝謝爸爸的愛的抱抱 我也是蠻好奇的 我就是一個好奇寶寶 其實我對什麼事情我都很有興趣 然後對什麼 對啊就是像語言啊或者是 不管是 或是看表演搖滾樂 古典樂 音樂劇 各種就是 我都很有興趣 運動 各種就是 一般人會有 某種特別的取向 比如說我就是喜歡打電動 我就是不喜歡出門 或是怎麼樣 可是我很奇怪 我就自己發現好像大部分人就是 特別是年紀樂長 比如說奶奶 就是 就是已經 基本已經定型了 就是成人已經定型了 就是 他的喜好很分明 可是我就是還處於一個 也不是 我不覺得我長大之後會變 因為我現在就已經是長大的狀態 就是我對任何事物 我都是 抱持著很 很強烈的興趣 爸爸要先休息了 好哦 祝你第三劑疫苗順利 晚安 親安 見快樂 謝謝米酒的愛的公式 就是 還在尋找中 我覺得我很明確啊 就是 我是喜歡 音樂 這個是我很明確 知道我喜歡的東西 可是我對其他事物 就是 我對於學習新的事物 這件事情 學習新事物 我就是很有興趣 只要是學新的東西 我都會覺得很棒 即便是我不那麼 拿手的跳舞 也好 就是 學習新的東西 雖然很挫折 但是 最後 學成的時候 還是會有一種成就感吧 就是 我喜歡學新的東西 喜歡挑戰新的事物 謝謝小易的 愛的抱抱 我剛剛為什麼會 為什麼會突然 講到這個話題 我怎麼覺得我 有什麼東西要講 但是我又 忘記了 我好像是要說 就是 照片 對對對 我是不是有點 我是不是有點失智啊 我是不是失智 對就是 就是 從IG 就是很多人在 分享那個 對對對 五年前的照片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 之前有一次直播的時候 我也有稍微給你們看過 雖然因為直播就是 翻給你們看 就是畫 就是 它對焦對不太到 所以看不太清楚啦 但是就是看一下 五年前就覺得 我看到的時候 就還是會覺得 真的是 怎麼五年前看起來 比較像是 比較像是五年後吧 就是 比較像是現在的樣子 比較成熟啊 但那個時候 然後 那張照片有畫淡淡的妝 就是 但是以前的照片 就是雖然我那時候 已經有畫我所謂的全妝 但是現在看就覺得 根本素顏吧 就是根本 就是睫毛都沒有啊 就是 也沒有看到眼線什麼的 就是 但那時候覺得這樣子叫做全妝 就是 對 化妝技術的進步 長大後沒有意外 會慢慢變老 對啊 一般是這樣子的吧 但是我看到五年前的照片的時候 我就覺得 看起來很成熟耶 應該是25歲才應該有的樣子吧 結果 上次直播的時候 我還沒有翻到 就是 十年前 的那個照片 就是我 我有一個秘密相簿 然後就是 那時候 奶奶找我 當她的model的時候 拍的一些照片 對 然後 我那時候翻到的時候 我就 就覺得 喔對耶 原來還有這個相簿 那時候直播的時候都沒翻到 我就忘記這件事情 然後看了一下時間 2012年 天啊 十年前了 謝謝小玲的極速浪漫旅 情願節快樂 反正 對那個是一個 我自己的秘密相簿 然後反正 我看了一下時間 十年前 2012 我有嚇到 現在是2022年耶 十年那麼快 就 過去了 然後重點是那個 十年前的照片 我想十年前的時候 是我15歲的時候 為什麼15歲的照片 看起來 就是比現在還成熟啊 就是 我看了之後就是 看到五年前的時候覺得 五年前已經比現在成熟了 就看十年前 比現在更成熟 我覺得完全應該顛倒耶 就是 十年前那個是25歲的我 就是我現在 應該是那個樣子吧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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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15歲才是就是 就是 這個樣子啊 就是 為什麼 真的好奇怪耶 我自己有嚇到 因為我 我忘記有那一組照片 所以我看到的時候 就是 哇 現在膠原蛋白比較充足 沒有好不好 我跟你們講 我從小到大 臉都是膨的 只是因為那個照片就是 就是 因為是側臉吧 我側臉 本來看起來就比較瘦啊 然後那個又有 就是有頭髮 跟陰影 所以看起來沒有那麼膨 其實是 從以前就是臉膨膨的啦 只是那個照片是側臉 所以看不太出來 可是 真的是看起來很成熟耶 原來我15歲的時候 就擺得出那樣子的 這種表情跟Pose 就是 就是我現在會覺得 哇 就是 我現在 反而沒有那麼擅長耶 可能因為當日系偶像當久了 然後每次拍照的時候都是這樣 然後嘟嘴啊 然後這種 偶像的Pose啊 這些 然後 然後對於 那種風格反而 就變得不太 拿手耶 然後看到10年前照片長釀的時候 我就覺得 很奇怪耶 以前原本是要走高人路線 其實 如果一開始就有 一開始 我徵選的時候就認識我的人 應該知道吧 就是 就是 我以前就是一個 就是搖滾妹子啊 不知道我為什麼 我就 跑錯棚你知道嗎 就是 我以前 就是話很少 不像現在那麼刮躁 一個人直播可以講一兩個小時 然後噼哩啪啪都不聽 因為我不喜歡直播有空檔的時間 就是我很害怕那個 空白 嘴怕空氣突然安靜 就是我會 拼了命的想要把 畫 就是填滿 因為我不想要就是 像我有時候我去看別人的直播 就我一點進去 然後那個人就 然後就 歡迎誰誰誰進入直播間 然後就是 就是我進去 就是我想說 嗯 就是完全沒有在 要跟觀眾互動的感覺 我自己是覺得 就是 因為直播間嘛 就是會 大家會在不同的時間段進來 所以我希望每個時段進來的人 就不管你什麼時候進來 我都就是 照顧到大家 雖然有時候我自己講話 講得太同路的時候 我就沒有 可能沒有辦法每個人都打到招呼這樣子 但我就覺得就是 就是直播的時候 有那個空白的時間 就是 我自己 會覺得很 很 很 我不知道 我不喜歡那個感覺就對了 所以我會一直 拼命的講話 所以直播完的時候就會覺得 好累 不想講話了 因為我本來其實 原本我就不是一個話多的人 我以前就 基本都不怎麼講話欸 然後 然後一直到 一直到 玩 就是 開始玩樂團的時候 也 也是 就是 也就是 也就是那個樣子欸 就是 我不喜歡講話 我就覺得 我也不想要當中間大家 就是 矚目的那個 主唱FOCAL 就是 我只想要就是 默默在旁邊就是 就是 做我該做的 工作 就是 我的份內 乖乖彈好被子 在團裡也是吧 就是覺得 我就 就 做好自己 該做的 就是 不要跟大家 太不一樣 但是我的 我自己 喜歡在大家面前 表現的是 這個樣子啊 可是 可是認識我的人 都知道我就是 其實是 呆呆的 就是 我只要一講話就會破功的那種 就是可能 我不知道欸 我自己覺得不講話還蠻帥的 然後一講話 欸 就是 光 一個人呆不呆你 問他第一句話 你就可以知道了 就比如說 我現在想要問什麼話 最可以測 測試別人 我覺得HELLO好像還不錯欸 我覺得用HELLO測別人的反應 蠻好玩的 就你今天突然就是 比如說一個鏡頭 你嘟到一個人的面前 HELLO 然後如果以前的我應該就 欸 就是 現在的我好像也是欸 HELLO 然後你就這樣 這個人是呆的 這個人是呆的 然後有些人是 比如說奶奶 HELLO 就覺得不好惹 不好惹 是不是 一個HELLO好像可以測 就是 一句話你就可以測試出來 這個人他的 就是 個性是怎樣 我可能就是看起來很帥 好 我今天穿這樣不帥 我倒很沒說服力 當然 就是如果不認識我的人 然後突然就是 跟我說HELLO 我就欸 然後就這個 聽起來就是超呆的 不覺得嗎 你們下次可以試試看 這個叫做對 HELLO測試法 你們下次可以對陌生人 去測試看看 就如果你覺得那個妹子還不錯 你在想 你要不要去跟他要個電話 還是要個IG的時候 喔 是我是嗎 反正 對如果你下次在路上看到一個正妹 你在想你要不要跟他要電話的時候 你先HELLO 然後如果他就 怎麼了 你就覺得這個女生好像 蠻可以侵略 不是可以 可以親近 不是侵略 可以親近喔 你就可以就是在 就是講別的話 可是如果你問那個女生 他就 幹嘛 然後你就 喔沒有 我只是想問一下那個 那個什麼路怎麼走之類的 對就是 傳授給你們 把妹秘訣 好 雖然我自己沒有用過 我今天突然想到了 但是我覺得這個測試法還不錯 但是如果你們就是跟我說 你用這個測試法 然後結果發現 你人怎麼在警察局的話 就不是我的事喔 謝謝 蘿莉朗的想報豬豬 好 改天去健身房試試 為什麼要去健身房試 莫非你是 健身房子上有妹子吧 謝謝名利的星辰 哈囉阿泰晚安 掰掰 我說OK就代表可以的 你怎麼會相信 你怎麼會相信一個 就是一天到晚都在講幹話的偶像 的話呢 我說的話 有80%都是 廢話 但是如果大家想要來打發時間的話 我是什麼都可以跟大家聊的 用哈囉測試法跟警察伯伯聊天 警察伯伯才不想跟你們聊天咧 警察伯伯很忙的 哈囉名利晚安 男上加男 講到男上加男 我必須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就是 就是今天奶奶跟我說的一個故事 就是大家都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吧 今天就是情人節 大家情人節快樂 然後因為今天是情人節 然後奶奶就想說要給爺爺一個 Surprise 給他一個驚喜 然後他就幫爺爺叫了一杯拿鐵 然後還有一個巧克力蛋糕 然後外送到爺爺的那個消防分隊那邊 爺爺今天要上班 他們就沒辦法就是吃情人節大餐 所以奶奶就 就是幫他叫了 訂了外送送過去那邊就對了 然後他就在他的訂單 就備註寫說 就是幫忙在那個杯子上面寫 情人節快樂這樣子 然後就是 想要給爺爺一個驚喜這樣子 對 然後一直到那個 外送到了之後 然後結果那個 外送員 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 五十幾歲的伯伯 一個阿伯 然後他送過去給爺爺的時候 他就說 生日快樂 然後爺爺就 他想說 今天不是他生日啊 就是 嗯? 就是很問號 就是 超不明顯的 然後奶奶超崩潰的 他就覺得 就是 他等一下 他沒有要求外送員要 要說任何話 只是說 他的備註要求只是說 在那個杯子上寫情人節快樂 他原本理想的畫面就是 就是爺爺拿到外送之後 然後就看了一下杯子上面 然後就是 寫的是情人節快樂 然後就覺得 好浪漫喔 這樣子 就是心暖暖的 這樣子嘛 然後結果 那個伯伯送過去的時候 對著他說 生日快樂 然後他整個就覺得 不對了 整個都不對了 就是 誰 誰生日確定沒送錯嗎 然後我想了一下 為什麼阿伯會說生日快樂 我想說 應該是不是阿伯講不出口吧 就是你想像喔 如果那個阿伯送過去 然後 對著爺爺說 情人節快樂 你不覺得 有點 難上加難嗎 所以他最後就只好 他即便只讓 就是客人指定的是 情人節快樂 但是他還是 硬把它說成了生日快樂 我覺得是 阿伯心裡的那個 就是 那一關 那個砍沒過去 他是故意說生日快樂的吧 謝謝阿伯拉的愛的公式 我模仿不要特地用那個笑容 我在揣摩那個阿伯的心境好不好 對 而且重點是 不管是情人節快樂 或是生日快樂 就沒有 從頭到尾就沒有要叫阿伯講話啊 他就送過去就 就好了 然後等爺爺自己打開那個外送 然後看到上面寫的字 就覺得 心裡暖暖的吧 不管阿伯對他講情人節快樂 還是生日快樂 都不對啊 就是 對 奶奶很 奶奶很難過 他就覺得 他的原本 精心準備的 對 他原本精心準備好的驚喜 想說會很浪漫 然後就阿伯 亂入之後 阿伯第三者耶 阿伯 阿伯 亂入之後突然就變得很 就是 浪漫都沒了 突然變得很搞笑耶 阿伯好有戲 阿伯不要進加戲 沒有叫你講台詞 基本上沒有這樣寫啊 阿伯害奶奶被誤會怎麼辦 不是 阿伯會害 爺爺被誤會吧 就是 他在上班時間 然後突然有一個外送人 然後過來 然後對他說 情人節快樂 這超不對的吧 這超浪漫的吧 我都覺得很浪漫了 外送員與消防員之間的愛耶 哇 太浪漫了 阿伯怎麼會說生日快樂啊 明明今天大家全世界都知道 今天是情人節吧 就算不知道你走進去便利商店 他也會什麼 就是 就是情人節 巧克力什麼 第二件打折或什麼之類的吧 就是 就算你不知道你走在路上 你也會被閃到吧 你就絕對知道今天是情人節吧 你怎麼會說生日快樂 結果 結果是彩虹 奶奶看到 沒有那時候 那時候我在 我的被窩裡 對 就是因為我今天早上太早起床了 然後我剛剛 就是7點要吃晚餐的時候 我突然發現 不行 我不能吃晚餐 我發現我 比起吃東西 我更想睡覺 然後我就決定窩又再棉被 睡一下 那我窩又進去 沒多久奶奶就到家了 然後他就在外面很大聲的笑出來 就說 什麼什麼東西笑那麼大聲 然後他就跟我講了這個故事 講了之後我整個人都醒了 突然覺得 太浪漫了吧 我看見了一道彩虹 不對阿伯 劇本沒有啊 沒有這個阿 全世界都在提醒你的意思 對啊 所以我今天沒出門 欸對 大家今天有出門嗎 我知道你們 如果 正常上班族的話 應該要出門 但如果 你可以排休的話 應該今天跟我一樣都不出門吧 雖然我其實沒有差 我其實真的沒有差 因為我平常 其實我身邊 情侶很多 然後 奶奶跟爺爺 算是很少數那種 就是會公開場合 就直接在我面前 就是 揉揉抱抱的那種 就是打馬賽克 我會自動打馬賽克 對我今天就是 不出門 星期一 就是我的 假日 今天好多人請假 因為情人節 所以請假 嘛 自動打馬賽克 是什麼鬼 就是 我身邊雖然很多情侶 但是他們有時候出去 我甚至會覺得 欸是情侶嗎 就是 出去的時候 可能 跟一群朋友一起出去 然後裡面有一對情侶 然後他從頭到尾都一直在跟我聊天 我說 欸你不用顧一下你男朋友 他說沒關係 他一個人在那邊很開心 然後想說 然後 像上次我跟我朋友 就是也是一群人 然後我們去唱歌 然後他男朋友從頭到尾都沒有唱一首歌 他就進去吃一點東西 然後就在那邊打手遊 就是他去當分母的 就是他完全就 我說欸你不用顧他一下 他說不用啦不用你貪 就是 我想說 是情侶嗎 我就是 在那邊唱歌三個小時 他沒有跟他男朋友講一句話 然後就是 就是各 就是各做各的事情 或者是 有些情侶可能就是 牽個手什麼這樣 我是覺得就是 就是正常的 對 可是奶奶跟爺爺是那種就是 會不顧眾人的眼光 然後就是 沒來眼去的就是 呃 打馬賽克 好對 就是 我不知道欸我覺得 我覺得 我每次在外面看到有情侶就是 在那邊搂搂抱抱的時候 我就會 打馬賽克 我就會 我就不知道看哪裡 就是 不是 我不太懂就是在外面搂搂抱抱的 那些情侶 就是親來親去那些 就是 就是 他們是希望別人看他 還是希望別人不要看他 就是 就是我 我不太知道他們的那個 想法 就是 就有時候我會不知道我要看還是不看 你知道嗎 就是 但我通常都不看 因為我自己 預設的想法是 他們在外面 這樣子是因為他們 希望大家都看他們 所以 我就故意 暢反掉 我就不要看他們 你越想要我看 我就偏不看 就是像有些人啊 就是 可能會 怎麼講 打扮得很誇張的那一種 走在路上 然後他就是這樣 就是 一直 就是感覺就是想要別人看他 那種我就會這樣 就是 他很明顯想要吸引路人的注意吧 他就是想要大家看他 我就 偏不看 這樣子走過去 可是因為我不太知道情侶的那個心態 就是 對 可是如果 有些人可能就是情不自禁之類 不想要別人看的話 那我就要 就是 就是 看到他 害羞這樣子 我也好像有這樣過 我好像有這樣 真的我不知道耶 好像我覺得有 有些人要看人耶 有些人是 就是 可能就是突然 感覺到了 就想親下去了 這種 但是他其實 就是親完之後會突然害羞一下 然後我就會 這樣看 我好煩喔 你不想要別人看 我偏要看 親完之後 我發現旁邊有個人 親完了 恭喜你們 好啦 沒有那麼白目啦 沒有那麼白目啦 反正 好所以反正就是說 會有這兩種 兩派人吧 一派是不想要別人看的 一派是想要吸引別人看的 所以我們就是要看 他是哪一種 在決定我們要不要看 他想要我們看的話 我們就不看 他不想要我們看 我們就看一下這樣 沒有啦 我都沒出門了 會看到情侶 東圓的小孩嗎 很好看 可是 好啦 反正我只是覺得就是在外面看到 我會覺得很 就是 有點尷尬 對 怎麼知道別人想不想看 我不知道啊 所以我其實我通常都 就是我眼睛都會亂飄 我想說 要看嗎不看 要看嗎不看 做眼球運動 大家那個 手機看久了有沒有 你看你們看我直播看了一個小時了 有沒有 看太久眼睛會累 我們先那個就是做個眼球運動 看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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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蠻難的耶 其實蠻難的 大家那個眼睛累了 我們現在來一起做眼球運動 來大家看不看 看不看 看不看 上看下看 我上看下看 我左看右看 原來每個女孩都不簡單 對 護眼巢 翻個華麗白眼 其實我不會翻白眼 我想到我有一隻 就是 在吃飯的時候 然後我就在那邊 然後奶奶就說 奶奶就說 怎麼那個蚊子喔 還是怎樣 然後我就說 喔沒有 我只是突然想要做護眼巢 我是不是 我是不是也很突然的耶 我就 看手機 我下午都在家 就是在家都在看手機 就看太久了 然後到晚餐時間的時候 好不容易休息一下 然後就覺得眼睛有點累 想說放鬆一下 然後我就 就拿著飯 然後這樣 然後奶奶說這樣有蚊子嗎 你們不會這樣嗎 就突然覺得眼睛好累 想說喔做一下護眼超好的 就沒事 而且要先那個 順時針放一下 然後再逆時針 對不對 再這樣動一下 不會嗎 大家真的要常做 有嗎 以前學校都 下課都會做護眼超啊 我還記得 這麼突然的嗎 我這個人就是這麼突然 我說做就做了是不是 但是我真的不太會翻白 我沒有辦法 我可以往上看 可是我沒有辦法 就是整個翻過去 我不知道怎麼翻 謝謝鍾琳呢 鍾琳玫瑰 在搞笑嗎 沒有我從來不搞笑的 我是一個正經的人 對 看得出來吧 我做人是很圓潤的 就是 沒有我臉是圓的 但是我做人是很正經 正直 正常 對 三正 三正出局 你被KO了 我被KO了啦 我被三正 因為我是三正 今天能唱 白色情人節嗎 可是白色情人節 其實是 3月14吧 就是今天是 夕陽情人節 然後白色情人節 是下個月的14號 14號 我真的是 14號 謝謝黃啊 帶你去流浪 我對我自己有什麼誤解 三正 這也太強硬了吧 我是 沒有我不強硬 我是個方正的人 除了臉是圓的 其他都很正 那就唱分手快樂吧 我今天想說情人節 我是不是要練什麼歌 然後我腦海裡 蹦出第一首歌 真的是分手快樂 就是你們害了 我每次想說 今天好像就是 每一年情人節好像 我每一年情人節都有開直播還是怎樣 就想說今天應該要唱一點浪漫的歌 然後大家就說分手快樂 然後害我現在想到情人節 我第一個就蹦出分手快樂 謝謝中喵的香檳 謝謝中喵的香檳 今天在聽說好的幸福呢 情人節怎麼聽這種悲傷的歌 謝謝博程呢 愛的公事 但情人節還有什麼歌啊 我也是有想到白色情人節 然後想了一下發現 不對耶 白色情人節是下個月 Mina要買一件兔子圖案的衣服 欸對耶 這是我第幾件兔子圖案的衣服啊 我知道這是 到底有多愛兔子 可是這隻兔子真的很可愛 你們懂它的可愛之處嗎 就是 等一下我要先把這個特效先換一個 這個的話看得到它嗎 可以 就是這個兔子它是很立體的 你們有看到嗎 就是 它是刺繡的 然後兔子的毛的部分 它是就是 它的毛是凸凸的毛 就是 你懂嗎 它是很立體的 超可愛的 明年就是兔年 欸對耶 明年就是兔年了 我有超多兔子的衣服可以穿 想說今年是虎年啊 我好像沒有什麼跟老虎有關的衣服或者是視頻什麼的 對然後我就在1月初的時候呢 我就上網買了一個老虎的髮枯 我想說這樣子過年的時候可以帶就是 直播啊或者是拍照應景一下 然後結果 我等了一個月了 但是現在還沒送來 然後我後來才知道就是好像是因為就是 全插油物流確診了 然後所以就 就 現在好像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送到就對了 對 我今天才知道 我消息是不是很慢 我消息是不是很慢 其實之前 好像上個禮拜奶奶就有跟我說過 就是 因為物流有人確診 所以 包裹什麼會 延後什麼 可是我一直覺得就是 我那麼早訂了有關我的事嗎 然後就一直到 就是我想起 對我訂了那個髮枯怎麼一個月還沒來的時候 然後我才發現 對我選的就是 全插的物流 好難過 這個蝴蝶都要過了 不然我等 看元宵節他有沒有到 元宵節再帶 要改訂兔兒 明年才會送到是不是 兔兒 兔兒其實我還好吧 我兔子的東西很多啊 我有兔子的帽T 今天開始要送貨了 那希望我過幾天可以收到 我等了好久了 我本來想說 就是過年要帶了 結果我的虎耳朵都現在都還沒來 早知道選小琪 我跟你們講 我其實通常都不選Seven的原因 是因為 我之前有跟你們說過嗎 因為我覺得 就是Seven的電源通常都比較 就是 比較好看 所以我就不太喜歡 就是有一種 不知道我不喜歡 跟長得太好看的人 就是交流 我覺得很有壓迫感 可是通常就是 全插的電源都比較 都比較親切 就是真的很像在家一樣 因為通常都是 年紀比較偏大 可能是阿姨啊 或是 或是叔叔的那種感覺 然後都很親切 我覺得 我比較喜歡那個感覺 就是去 去小七的話 就是 電源都是很年輕很好看 我就會覺得 我不知道 我就覺得 就是很有壓迫感 就是 我去便利商店 我應該就是 最隨便輕鬆的狀態進去 可是我每次走進小七的時候 就是那些電源都 就是怎麼講 有一個氣勢嗎 我不知道 然後我就會覺得 天啊我這麼邋遢 我不敢走進去耶 可是如果我今天 完全素顏的狀態 然後 Seven可能 離我比較近 但是我會選擇去全家 因為那邊的電源就是 就是比較親切 你們這邊全插正妹片 真的喔 還是我們鄉下的地方 下次去小七要全裝 我每次去小七的時候 都是有化妝的時候 才敢走進去耶 可是我 所以我通常選物流的話 我都不選那邊 因為 我不會每天都化妝啊 我就會覺得 就是 我就領了貨 我還要 因為我那天沒化妝 我就不能進去領貨 這不是很煩嗎 看來是店長的問題 壓力有這麼大嗎 不是 也不是 但是我就會覺得 是我的歐包嗎 反正我就覺得 小七的店員就是 就很好看耶 把小七講成像潮電一樣 真的耶 就是你們懂吧 這個概念就是 好 在我心目中大概有這樣子 就是 你今天穿著假腳拖 你會走進去潮電嗎 是不是 會啊 嗯 好 對也是假腳拖 藍白拖 愛好者 如果門口寫 禁止帥哥進入 不知道要不要進去 那當然是要進去啊 當然是要進去啊 小七用茶葉單位替代現象 可是我之前上網查過 好無聊 我這什麼叫上網查 我之前上網查 就是 茶葉蛋要吃小七的 還是全家的 然後 大家都說 全家的茶葉蛋 比小七好吃耶 可是我自己 我不知道耶 因為我 我也可能有點 木頭 那叫什麼啊 木頭蛇 我沒有很吃的出來差別 我覺得都 對我覺得都蠻香的啊 去公演也想穿吊嘎跟拖鞋 可以吧 公演有規定不能穿吊嘎跟拖鞋入場嗎 應該沒有吧 這也是一種時尚啊 有沒有 8加9的時尚 鄉下地方只有全家 然後還都大叔 最喜歡大叔了 但是 就是比起 不是 等一下 我在亂發言 我沒有最喜歡大叔 就是 就是年輕人跟大叔 在的便衣商店的話 我會選大叔 可是 如果是大叔跟 女生比起來的話 我會 選女生 就是 我不知道耶 我不喜歡跟男生講話 我現在在跟你 我現在在跟誰講話 不知道耶 我覺得我可能有什麼社交障礙 我可能有什麼社交障礙 是不是 女生還不能是正妹 對 對 我好挑喔 我好挑喔 可是 如果店員是女生 我會覺得更自在一些 男生跟大叔不是一種生物 大叔是在男生的類別下 就是 男生的類別有 大叔 正太啊 還有什麼 小鮮肉之類的 謝謝 不想他們的熊抱啾啾 沒抱到 這樣的Mina是怎麼跟成員聊天的 我 我喜歡跟女生聊天啊 我 我什麼時候說我不喜歡跟女生聊天 我超愛跟妹子聊天 我最愛正妹了 我是那種 我大概是什麼正妹雷達吧 就是 走在路上就會 瞄準看哪裡有正妹 然後 如果看到了就 露搜人家名字 看一下他的IG 不喜歡跟長的帥的人講話 因為我覺得長的帥的人 就是都有一種 壓迫感 就是那種 你們知道嗎 就是 有時候看到 IG有一些照片 有一些 長得還不錯的男生 然後他們的自拍 就是各種滿滿的自拍 就是看起來他的眼神中 充滿了自信的眾人 我就會 我就不想跟他做朋友耶 就是 就是感覺太 就是覺得自己很有自信 的人 然後就會有一種 壓迫感 我不知道要怎麼講耶 反正對我來說就是 就是我覺得長得好看的人 都有一點 那個壓迫感耶 然後因為我對男生就是比較 我這輩子接觸的男生很少 因為我基本上 都是獨女校 我好像看到蚊子喔 他盯了我三天了 我看到了 他飛走了 好沒事 等一下他再過來 我一定 會打死他 被氣場逼退嗎 就是不喜歡那種 我 我也不知道 氣場 可能是氣場 來 最近有什麼活動 最近 最近好像 最近有那個啦 有那個什麼台北燈節 台北燈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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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在什麼時候啊 在什麼時候 好像是 不是好像 2月20號 2月20號 對對謝謝 謝謝我的經紀人們 謝謝太空的粉紅泡泡 對 2月20號禮拜天 有AKB48 TTPP的表演 大家可以來看 士林 在士林 新年的竹燈在士林 大家可以來看看 虎年的 燈會 然後順便來看表演 好像有很多竹藝人表演 大家可以去 我不知道去 資訊要去哪裡看啊 就是 卡斯什麼的 我不知道有 我忘記有誰了 生草花生的燈節 是什麼意思 居然能想起來 什麼活動 厲害吧 很開心耶 台北燈節是很 很大的活動 謝謝穆婷 愛的寶寶 嗨 很多女生不喜歡跟帥哥交完 因為沒安全感 騙人了吧 謝謝Kiwi的粉紅泡泡 今天好多粉紅泡泡 謝謝 新人節快樂 謝謝小玲的愛的公事 好啦其實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 我覺得我不是 我不是一般人 因為我不是一般女生 就是我有點 其實我有點癡漢耶 我只是長得比較可愛的癡漢 就是其實我有腳毛 我在家 我平常 有在刮啦 其實我是癡漢 其實我是大叔 我常常有一些行為 我就是 我都覺得自己 根本大叔吧 我怎麼 亂 隨便亂漏售 人家正妹 就是 所以問我有點不準耶 就是 就是 女生到底 因為 喜歡帥哥的女生還是很多啊 只是我剛好就是比較 對帥哥有點排斥 我覺得他們有一種 壓迫感 我不是很喜歡 謝謝小玲的帶你去流浪 但是問我不太準啊 就是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就是有沒有女生跟我一樣 可愛的大叔 我是咪麗莎白 我是咪麗莎白 我本來就是有點想要買那個 伊麗莎白的 那個大睡衣 想說冬天很冷 就是在家穿那個好像很不錯 可是我又怕買了 就是會不會浪費錢 會不會又被當 被奶奶當怪人 所以我就是在糾結 可是又有點想買 那隻白色的嗎 對啊 很可愛耶 我已經加在我的購物車加很久了 但是就 就還沒有 就是我想說 我不知道耶 我還在糾結 因為我太多這種奇怪的衣服了 我有點不想要 就是大家覺得我那麼奇怪 可是我看到我又覺得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咪麗莎白內裝也是大叔是吧 沒錯 那就需要腳毛 我有腳毛啊 誰沒有腳毛 偶像也有腳毛好不好 我有瓜啦 我有偶像我在台上表演 然後就大家都注意都放在我的腳毛 這可怎麼辦啊 這可怎麼辦啊 我還有鬍子呢 我都要定期就是 拔 我是用拔的啦 因為用刮的我怕會越長越粗 所以我都是用拔的 我這裡長了一顆痘痘耶 我剛剛發現 我一直想說我這邊眉毛怎麼看起來 多了一個什麼東西 結果它是痘痘 有人發現嗎 好像蠻明顯的 有毛很正常耶 就是說嘛 誰沒有毛耶 奶奶到底 我不知道奶奶在嗨什麼 奶奶在嗨什麼啊 她生病了 她腦袋壞掉了 奶奶 奶奶那個蚊子 她是 朝我的臉衝過來 然後我沒打到 她太近了 你們剛剛有看到嗎 你們有截圖到那隻臭蚊子嗎 她昨天晚上就一直煩我 害我沒睡好 而且她超討厭 就是我在睡覺的時候 她是直接 就是直接朝我的臉衝來 然後我就 我就自打巴掌 然後還沒打到她 然後 兩次 兩次都這樣 然後第三次受不了 就直接鑽到棉被裡面了 然後我早上起來發現 我還是被她叮 她到底怎麼進來的 她好煩 就是 這個很奇怪 有些蚊子是 會一直在你耳邊 你會覺得很煩 可是那個蚊子是沒有 她不在你耳邊 她就是直接 就朝你的臉上衝過來 就直接撞一下 但是怎樣 她已經煩了我兩三天了 超煩的 一直打不到她 我的臉好吸 她在笑我打臉 她在笑我打臉 誰也不想上班 祝祝你喔 她很會找目標 而且她都不叮奶奶 只叮我 我就是一個很會吸引蚊子的 體質 對 蚊子看到Mina的臉頰 就衝過去了 看起來有這麼好吃嗎 奶奶太瘦了 哪有 我比她瘦 好不好 謝謝黃拉的甜蜜愛心 體溫比較熱容易被叮 沒有體溫 體溫比較熱的是奶奶 是看 是看體質啦 酸性體質比較容易被叮 因為我就是酸性 她又在我旁邊 好煩 她一直 好煩喔 我不想要因為她 我今晚又睡不好 可是我又一直打不到她 她每次都突然衝過來 她每次都突然衝過來 好氣 對啊 她一直朝我的臉衝過來 你們剛剛有看到她嗎 你們有看到嗎 好煩喔 有蚊香之類的嗎 我們這樣有電蚊香 可是 有時候覺得沒什麼用 我總覺得我的腳被叮了 我的腳被叮了 氣氣氣氣氣 打了才可以安心睡覺 對啊 她什麼時候偷跑進來 她叮我膝蓋 她叮我膝蓋 穿襪子還被叮 她叮我膝蓋啦 我膝蓋沒有東西 Mina是甜性體質 不行啦 會得糖尿病 蚊子在挑釁我 可惡 掛蚊帳 以前小時候我們家會掛蚊帳 可是長大之後發現 好像蚊子 長大之後蚊子變得少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是釘膝蓋 對啊 膝蓋是有血嗎 攻擊膝蓋不講武德 就是說嘛 不講武德 對 叮到眼睛就不好了 我在直播應該是不會叮到我的眼睛 如果我在直播我還被叮眼睛 那我真的是 眼睛被蚊子蒙蔽了吧 等她吃飽飛得慢再打她 真的她就是 她又不會在你耳邊 你在耳邊會嗡嗡嗡的那種蚊子 反而比較好打 這個蚊子直接撲過來 我都來不及反應 她再過來一次我要很用力的巴自己的臉 她什麼時候叮了我的膝蓋了 通常是叮比較有肉的地方 你說我的臉頰嗎 她一直朝我的臉頰衝過來 到底是幹嘛 但我有被蚊子叮過眼睛啊 大家應該都有被蚊子叮過眼睛吧 哈囉 志偉哥晚安 Ben晚安 電文牌 我們家有電文牌 可是那個電文牌 我記得好像是一隻99塊的 就是 就是他孔隙超大的 然後電力好像也不夠強 常常拿那隻電文牌就是過去 然後蚊子會直接穿過這個電文牌 就這樣掙脫 這很氣耶 超囂張的 可是如果跪著電文牌 現在一隻好像就要799 那個價差超大的 所以我們家就是便宜的電文牌 可是那個 就是可以打某些比較笨的蚊子 有些比較小隻 鑽比較快的 他就直接衝出來了 對 我們家的電文牌 其實是電不死蚊子的 那又他幹嘛 那還打網球算了 根本網球拍而已啊 又電不死蚊子了 還當電文牌 蚊子能穿過的電文牌 因為有些蚊子比較小一隻吧 就是孔隙很大 謝謝博承的香檳 也是那個法國知名品牌 那邊買的 我記得一隻很便宜 799還是89 或是99之類的 電文牌 電文牌是要電拳頭大的蚊子嗎 沒有啦 有些大的蚊子還是電得住 電得到 只是我現在 因為那個電文牌就是 不是很有用 所以我常常都是拿拖鞋打蚊子 我記得小時候家裡買的電文牌好像比較高級 是那種 你可以在空中直接殺球的那一種 就是蚊子這樣在飛面 都要有啊 以前小時候的那一隻啊 橘色然後上面綠色那個 這蚊子在空中可以直接這樣 啪然後就會啪很大一聲的 那個超舒爽的欸 可是我們家現在這個電文牌就是 不知道欸 就是很不給 沒有什麼電力 然後網子縫隙也太大了 應該要買密一點的 但就比較貴 但因為我們家也很少有蚊子 所以就覺得還好 就是 我覺得那隻蚊子又在附近了 就是因為現在家裡蚊子比較少 所以就覺得好像也沒有必要再買一隻很貴的電文牌 就是 堪用就可以了 拖鞋打得到感覺功夫很好 可是 可是拖鞋打的話 就是你一定要等它 停在一個平面 就是比如說衣櫃上或是牆壁上 才能打 就是如果它是停在 那種 就是不是平面上的話 就沒辦法用拖鞋打了 比縫隙 縫隙大的拿來墊蒼蠅 但我們家也不會有蒼蠅欸 而且蒼蠅 蒼蠅需要用 喔 我以前去 去我阿嬤家的時候有很多蒼蠅 然後他們家有超多隻那個 就是打蒼蠅的那個 綠色紅色的那個 喔 我又沒打到 它的我 它每次過來的時候都是 在我面前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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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沒了 對 塑膠的那個 我那時候去我都 從來沒有用過 因為我們家沒有蒼蠅 所以我 不知道那個怎麼打 我每隻打都 只是打不到 然後我看我阿嬤超厲害 他就這樣 然後可以打超多隻的 然後都很準 因為我那時候在我阿嬤家有 大概有住 一個禮拜吧 然後 然後就 那時候就訓練到我也很會打蒼蠅 而且還 蠻開心的 就是很療癒 蒼蠅比較笨啊 溫志比較聰明 溫志很難打 用青蛙妝解決蒼蠅 我不要 我不要 阿嬤的等級很高 真的 就是你不要看 老人家你會覺得他反應很慢 沒有他看到蒼蠅的時候 那個眼神就是 會突然 本來平常都這樣 然後看到蒼蠅 眼神會瞬間變得很銳利 打小強應該會爆製吧 我不知道耶 我通常不處理小強 我不喜歡 我不敢 上下拍比較好打到蚊子 好像是耶 因為蚊子是上下飛的嘛 所以他等一下過來我就 這樣子 因為我好像都習慣這樣子拍 他等一下再過來我再試試看 電蚊香感覺效用不高 對啊有些蚊子電蚊香開了他還是 就是 不care就是 不知道他習慣那個味道嗎 老人家可以徒手殺掉蟑螂 對啊 就是直接抓起來 超猛的 他你用橡皮筋 這要多神準啊 我不行耶 我用橡皮筋可能只會射到自己吧 就是明明這樣子射的話應該是要放開 因為要兩手同時放 可是我就是會有點左右手不協調 然後最後就會可能 反而打到自己 我等一下拍手要上下拍嗎 如果等一下蚊子再衝過來 我就這樣子 看能不能解決他 好怕我今天好像怎麼睡覺 我壞了這個 延長線真的整個供電穩定耶 就是沒有接觸不良的問題 我現在直播就是 就是不會有那種就是燈突然掉下來 或是什麼任何其他的因素耶 就是超棒的 電蚊香聞久人會透露 不知道耶 我其實 我是沒什麼感覺 而且我常常電蚊香就是 就是會開好幾天忘記關 但我知道這樣很不好 就是 就是晚上睡覺的時候開嘛 然後結果早上的時候 就是變亮了 就沒有注意到 那個電蚊香其實還是亮燈的狀態 然後就忘記關 然後晚上的時候發現 變超燙的 就是 哈囉寶寶粉 晚安 設備喚醒 雖然這個好像是我們家原本就有了 不知道為什麼有 早就該換了 終於換了 我真的現在有慢慢在 派換我的東西了啦 我覺得我的東西有變得越來越 高級了 不覺得嗎 就是從雜誌送的附露包 然後到一千塊的包包啊 然後到 手機殼啊 就是我覺得我的 用的東西有 它有衣服嗎 也有越來越貴 以前小時候都穿 就是只穿一百塊或是五十塊的衣服 然後現在就是會買到 就是單價越來越高的衣服 就是 有成長 謝謝熊熊的告白氣球 蚊子扣 蚊子扣是什麼 慢慢改變自己的風格 但是人的風格本來 就會變啊 本來喜好就是會變 人都會變 人沒有不會變的 人不變才奇怪 我們就是要 適應這個社會 所以人肯定是會變的 我跟一開始也 剛錄團的時候也差很多啊 就是 外表我沒什麼變 但個性的話我覺得 改變很多耶 我以前根本就 就是 對於MC講話 真的是覺得 很害怕 然後直播也是覺得 好痛苦喔 兩個小時一個小時 根本就 不知道要講什麼 就是 現在的話就 輕聲 A piece of cake 謝謝小晚上的愛的抱抱 我的背包背到現在還沒爛 我那個背包也才背了兩三年吧 兩三年怎麼可能會爛啊 我的東西其實都 就是 就算一兩百塊的東西也可以 穿個五六年以上 像我五年前 照片的那個 紅色 毛衣 跟那個 吊帶裙 到現在都還在啊 也穿了 超過五年了 那個紅色 鮮紅色洗到都變成 就是有點 怎麼講 就是變淺了就對了 謝謝太同人愛的公事 那是歌詞 我剛剛本來想說那是歌詞嘛 可是我想說沒聽過這個歌 應該 不是歌詞吧 結果居然是歌詞 蚊子要噴香茅油 可是我沒有很喜歡就是 香茅油那個油油的感覺 謝謝Kiwi的愛的公事 還可以穿我就會繼續穿的 對啊 除非我真的沒有愛了 除非我對那個 我也覺得今天好像是不是有點高 跳低一點 通常我會太換衣服 就是可能現在看覺得 就是 奶奶又在鬼叫什麼 就是覺得可能那個衣服太幼稚了 現在不喜歡了 之類的 哎呦喂呀 今天浪很卡 你們今天有卡是嗎 是不是因為情人節很多人 開直播 奶奶好吵喔 情人節我要唱什麼歌啊 但我今天沒有特別 練什麼歌 我想想我可以唱什麼歌 誰是我的理想情人 我啊 你 嘿 奶奶在唱歌 你們哪裡聽得出來她在唱歌了 我只聽到一個人在鬼叫好嗎 這也能叫做歌 我 嘿 嘿 特效需求處理過大 是嗎 有些人說很順 怎麼會這樣 奶奶今天還好嗎 她她不好 她沒有吃藥 示範給她看看什麼叫唱歌 好我這就來唱一首 想想我要唱什麼 我看一下我的歌單 你 奶奶被外送員刺激到 比較被刺激到的是爺爺吧 明明在情人節 然後突然一個阿伯 50幾歲阿伯突然對他說生日快樂 這超奇怪的耶 謝謝漆兒的愛的公事 看一下我有什麼歌可以唱 謝謝漆兒的愛的公事 謝謝漆兒的愛的公事 謝謝我不想唱班的愛的公事 謝謝漆兒的愛的公事 奶奶加三 bandwidth 奶奶30歲了 她不能當idol 她30歲了 謝謝漆兒的愛的抱抱 炸氣偶像 你想想我有什麼歌可以唱 我最近到底都練了什麼歌啊 我怎麼覺得我沒有 謝謝Kiwi的愛的抱抱 我最近很認真的在學韓文 所以好像沒有練什麼新的歌 我最近學了一些韓文的單字 我學了 學了 奶奶到底在講什麼 我真的聽不懂 我學了牛奶是烏魚 然後 然後 還學了貓咪 我記得貓咪是三個字 但是我一直會忘記貓咪怎麼講 貓咪是 然後想不起來 我忘記貓咪是什麼了 什麼您 什麼您的 當時我還沒有學到 我只學了一些很簡單的 單字 單字 貓咪是 苦雅寧 好像是苦雅寧 謝謝太空的浪漫玫瑰 學毛角 沒有 我現在在學前面的 他學了什麼 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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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我才那麼 我最近真的有很認真地學韓文 我很快就可以唱那些 我原本 欸我不小心按到別首歌了 我居然咖了我最愛的 我最愛的 而且我學了韓文 我才知道 沙朗的意思是人 沙朗是人 可是韓文 沙朗黑不是 不是 不是我愛你的意思嗎 可是沙朗的意思是人 所以是我愛人喔 沙朗黑 謝謝蘿莉朗的夢幻煙火 奶奶今天好吵喔 我要趕快唱歌 沙朗不是牛排嗎 對 我也想吃牛排 奶奶被無視了 我現在都一直努力學韓文 但是我韓文現在看得很慢 我又沒辦法就是直接 唱韓文歌 所以 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唱什麼歌 看看我之前有練什麼歌 謝謝博承的文首禮 奶奶抱走 沒有啦 他沒有抱走 這是他平常本來的樣子 他平常偶包 大家想聽什麼歌啊 就是一個很困 困難的 問題 想想唱什麼歌 我又來唱 心圓結衣的歌 米娜平常在家也 這樣跟奶奶對話嗎 喔對阿 就是我們在家都會這樣子 笑一下然後 奶奶 然後他就會 他這樣回應我就代表他正常 就是別人家如果 突然有人這樣子慘叫 你應該會覺得 是不是腦袋壞掉 可是在我們家就是他這樣叫 就代表 就是 還正常 如果他沒叫 我會想說奶奶怎麼了 今天怎麼沒有叫 是不是 工作不順還是怎麼樣 還是出什麼問題 對 這樣子是正常 對 其實這樣才是正常 我們在家就是會 亂叫 大家就知道 現代人生活壓力有多大了 對就是必須要這樣子 就是叫一叫會比較舒爽一點 好像小小孩 我們家人就是長不大 我們家人就是長不大 奶奶都要30歲還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我30歲的時候 應該 我們家好像50歲了還是這個樣子 我們家好像50歲了吧 我們家好像50歲了吧 對耶 他也是在那邊亂叫啊 對啊 所以這個就叫做什麼 這就叫做上涼不算下涼歪 對耶 那這樣我到50歲大概也是還是這樣子 我找到一首好像蠻適合的 喜也加奈的LOVE SONG 好像蠻適合情人節唱的喔 因為他是愛之歌 好像還不錯喔 我先看一下他好像有歌詞耶 那我來唱LOVE SONG好了 我要滑歌到 我已經快滑到底了 然後看到有一首歌 我剛好會唱的 對這首歌是奶奶的鬧鐘鈴聲 每天早上我都聽到這首歌 然後都唱到整首歌快完了 他都不起來 你沒聽到喔 我聽到這首歌就是 每次一聽到前之後就會覺得喔 煩人的鬧鐘 因為煩的 每次奶奶鬧鐘響了 我鬧鐘響我會把它關掉繼續睡 就是如果你要賴床的話 奶奶沒有 他就是可以一直想在那邊 然後不關掉 然後賴床耶 就不會覺得很吵嗎 會 這看來那麼歪裡有LOVE SONG 沒有聽過耶 其實我好久沒聽他們的歌 以前玩樂團有彈過他們的歌 好懷念喔 我覺得我現在聽團真的聽好少 還是Mina唱紅 喔 心圓結衣的嗎 那首我也蠻喜歡的 我先來看一下這邊 我要把奶奶鬧鐘關掉 讓我複習一下這首歌是怎麼樣唱 這是什麼唱來的 我看一下歌詞複習一下 完全想不起來複歌是怎麼唱 算了 唱了就知道了 不行 我先聽一下 喔 是這個前奏 再跳一下副歌 副歌是什麼 欸 已經過副歌了 喔 這副歌 好 想起來了 紅線也可以 我早要講 還是剛剛有講我沒看到 不然我們留 可以留 可以留白色情人節跟七 欸 七系 七系超是有唱紅線的吧 你們記得要提醒我 我要複習一下 那我今天先來唱Love Song好了 不管 我已經選好歌了 我今天就唱Love Song 唱完我要下播的11點了大家 藍線可以嗎 藍線可以嗎 藍線的話就是 就是板藍線 就是板藍線 好不好 我的英文 very good 好不好 七系還有很久 但是白色情人節很快 下個月就是了 好 不管 先唱這首Love Song 你們有聽過嗎 愛的歌 很久沒唱了 可能會唱錯了 等一下 我覺得我的聲音不好 好 怎麼有點唱不出來的感覺 開個嗓 對著鏡頭開嗓是不是很醜啊 好 那我再試一次 還沒有對後面開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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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買一張開啓 想要是想要當時 如果那時 那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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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人的眼中 沒有對後面開啓 是否这段时间还没了 肯定是 想要信掉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我觉得今天声音有点不开 唱得有点鸡 子供みたいに笑ってはしゃぐ 横顔を見てながら 考えてるのいつかの日を もし二人が願ったとしても 未来に確かなことはないから この時間が終わらないように そっと永遠を信じて これからもずっとずっと 二人の時を重ねていこう 歌おう 歌おう ありたけの声で 想いを重ねて 二人だけのこのラブソング 響かせよう いつまでも 二人がありまいになって たまにすれ違っても いつまでもこの心 君を 君を離さないよ たった一つの願いが 叶うように これからもずっとずっと 二人の時を 重ねていこう 歌おう 歌おう ありたけの声で 思いを重ねて 二人だけのこのラブソング 響かせよう いつまでも ラブソング 是一首愛得很強烈的 ラブソング 我剛剛尖奏的地方 我忘記間奏怎麼唱了 我可以雪恥一下嗎 我可以雪恥一下 因為我剛剛不想中斷 所以我就先唱下去了 很久沒聽這首歌 這首歌超久了 有沒有十年啊 應該沒有 應該沒有 十年的話我應該 七八年也有吧 謝謝Ricky 謝謝洛克 謝謝真人的掌聲鼓勵 謝謝浪的心 謝謝瑞隆 謝謝土司吉 謝謝阿騎阿大胸膛 謝謝洋洋 謝謝洋洋 我真的覺得我今天聲音 有一點 有一點 就是 沒有開 還是我現在是變身期啊 會不會我現在是 會不會我現在其實是變身期 就是 一般男生的變身期 應該是13、14歲左右吧 可是 女生好像也有變身期 好像 20歲左右 我可能 我覺得我發育都比別人 慢 所以我可能現在會不會是變身 因為變身期的時候會覺得 我今天一直覺得我聲音有一點 有一點上不去耶 不知道耶 等一下我要雪恥一下 尖奏的地方 是這裡吧 是這裡吧 我只是話說太多 有可能 而且我覺得西野加奈的歌本來就 Key蠻高 然後現在我今天 我今天聲音真的有點 不好 有點 有點傻呀 沒關係 我再唱一次這個 尖奏的地方 我只是就是想 雪恥 順便看一下聲音有沒有變開一點 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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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場 響かせよ わ いつまでも OK 我覺得我今天可以好好睡覺了 現在不想上班的麥克風 我覺得我聲音有變開耶 就沒有像第一次 我覺得第一次可能就是還沒有開耶 該唱的有比較順 就是沒有那種聲音那麼緊繃的感覺 有 可以好好睡覺了 開心 開心 我可以把它從我的歌單移除了 因為我還有很多歌要唱 然後歌單裡面還有一些我覺得很好聽 我唱過但我覺得很好聽 捨不得移除歌單的歌 所以我歌單超多首的 謝謝不想上班告白氣球 而且最近又開始聽西班牙文歌曲之後 就是歌單的歌又暴奪 然後現在開始學韓文之後 又會新增韓文的歌單 然後我的歌單就越來越多了 我真的是 對 我就是 很多東西要學習 好啦 這就是今天的 好忙 好忙 當然我就是 我是因為過年的時候就是 我過年的時候發生了什麼事情 就剛好用了一些 平常比較少用的語言吧 然後就突然發現 欸為什麼自己 很久以前學的都沒有忘記 我就覺得好像學語言就是要趁早 我就想說不行我要趁25歲 趕快趕快多學點 30歲以前 至少要先 就是把我想學的 有一個基本概念吧 然後以後 要不要精進就是以後的事情了 謝謝太空的香檳 睡覺前都會先看有沒有蚊子 我躺在那邊蚊子就會自己衝過來啦 就是 我就是會吸引蚊子 讓你有點蕩蕩的喔 我剛才太轉型唱歌 沒有發現 哈囉 自家晚安 我覺得聲音真的有點 怪怪 禮物出不來 還是因為太多人送禮物了 讓爆掉了 謝謝阿卡的告白祈求 好啦 開心 謝謝大家 陪我過情願節 然後 下一次直播是 禮拜六 中間狗很久我 要想我 禮拜六也是 晚上九點 直播是順當有些功能不能用 你確定不是因為你被浪擊了嗎 你可能被浪BAN掉了 你可能有在 不是我直播的時候 我在其他直播間說錯話 我就是 可能說了 就是 別人參加比米娜可愛之類的 或者是 說 讓很爛耶 Mizuka 之類的 所以他就禁用你某些功能 謝謝小果面線的愛的包包 今天大家一直送我愛的包包 我覺得我應該要放愛的包包當我的收尾 怎麼樣 是不是不錯 我很喜歡現在的搖搖 覺得他很 很努力 謝謝米娇的愛的包包 好對不起啦 萬如雲 欸怎麼開尾 開頭啦 不是開尾是什麼東西 到底是頭還是尾 開頭曲跟結尾曲都 都是這個掉掉 是不是會想要亂扭 好 瑤瑤很正 真人 你等一下就會發現 你有一些功能不能用了 是不是浪把你鎖的 其實我鎖的啦 謝謝阿Kia的愛的包包 好我來念今天的排行版 今天的第十三名是Kiwi 謝謝Kiwi 今天的 欸今天是十四號 十四名也念一下好了 謝謝 今天的第十四名是 玉安 謝謝玉安 超突然 第十二名是博城 謝謝博城 第十一名是阿成 謝謝阿成 大家會不會想說 而且十四號台灣榜念到 念到十四 那一號 開播不就只謝第一名 沒有我這是突然 對我這是一個很突然的 今天的第十名是小熊 謝謝熊熊 第九名是太空 謝謝太空 第八名是小碗熊 謝謝小碗熊 第七名是中影 謝謝中影 第六名是Akira 謝謝Akira 我剛才謝過了嗎 我怎麼跳針 第五名是小菱 謝謝小菱 第四名是巴巴 謝謝巴巴 第三名是不想上班 謝謝不想上班 第二名是黃狼 謝謝黃狼 第一名是蘿莉狼 謝謝蘿莉狼 大家親安節快樂 我今天的蠢高 很淡 很淡 而且它好像不見了 我現在有點 對看起來好像沒有插口紅 沒關係啊 偶爾淡淡的也不錯 我現在才發現 不然我剛剛應該會補一下的 謝謝Steven的情人節 大家 情人節快樂 大家 禮拜六節 大家晚安 拜拜 拜拜 19名念請 19名好像太多了 那30號直播 我會 唸直播排名要代替 好啦大家晚安 拜拜 大家晚安 周六節 記得要打完 他過來我就會打他了 大家晚安 拜拜 等這首歌放完好了 欸結束了 That's right